啊 科学家告诉我 估计大概人的身体总共是五十兆个细胞组成的 细胞从哪来的 细胞有生命 新陈代谢 青年是一个周期 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细胞 跟七年前 七年前的九点一个都没有了 全是新的 再过七年就又换一批新的 新的不如旧的 这什么回事 应当新的越来越好啊 为什么越换越会越坏 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 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 这什么道理 如果细胞越换越新 不就是年年十八了吗 人不就不老了吗 那我们得想一想 为什么呢 这个转变都是新在主宰 静随心转 想一想 我们十八岁跟二十八岁比 是十八岁的时候心底纯洁 还是二十八岁心底纯洁 人经历年越多 就越不纯洁 就越复杂 所以换出来的东西越换越坏 就这么个道理啊 如果心底保持的时候 永远保持是童年那个样子 童真一点杂念 恶念都没有 他到老还是童年 古人讲童年豁方 头发白了 但是人身体的时候 跟童子一样 那这什么原因呢 他没有改变他的童年 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 那样的单纯 那样的洁净 道理在此点 那我们就晓得 心底越干净 越单纯 你就越年轻 不复杂嘛 最怕的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人忧患很多 顾虑很多 中国古语一句话说 忧能使人老 人怎么老化 忧虑太多了 就迅速老化 无忧无虑 就不容易看到他老化 没有忧虑 没有担心的事情 也没有提防的事情 欠下保持 欠下保持 要听我说 我们都会担心的事情 看到他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